好 中華南藍昨天在亞洲 被資格賽對戰菲律賓卻大輸53分 今晚球員們搭華航反抵桃園機場 不過氣氛似乎有點低迷 許多球員進國門時低頭滑著手機 總教練則是對這一次大輸菲律賓 說出了看法 我覺得這個就是每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些 對手的一個準備跟策略 那菲律賓這次其實 他們準備的其實很完善的 包括他們只有一位世界盃 沒有打的球員 這次沒有在登陸的名單裡面 那雖然大家都是大名單 但他們現在每一個階段裡面 就是每一個環境重視的一個方式 也不太一樣 那中華隊其實也不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跟菲律賓抗衡 而是這個晉級賽的一個制度裡面 我們可能要去調整我們自己的腳步 然後藉由不同的階段 派出不一樣的選手 然後讓自己有一個好的成績 達到我們的目標 結束了這個階段的資格賽 中華隊兩敗作收 跟同組的香港一樣 而下一次的資格賽 時間要等到11月 在主場對上香港 到時就看中華隊是否有所改變 尋求晉級會內賽的機會